大家好,我是阿胖 今天用蒲公英和鸡蛋 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 出去溜达 看到蒲公英长得非常好 就采来了一些 先在大盆中加入清水 然后放入蒲公英 把它淘洗干净 要多淘洗几遍 因为野外的蒲公英有一点脏 然后大盆中再加入清水 加入一勺食用盐 并用手把食用盐搅拌化开 食盐可以杀菌杀虫卵 再放入蒲公英浸泡10分钟 泡好后 我们再多换几次清水 洗去盐分 现在处理一下蒲公英 如果家中有对花粉过敏的 那么在吃蒲公英之前呢 我们要把这个花朵给它摘下来 如果对花粉没有什么禁忌的 这一步就可以省略 提前把水烧开 下入蒲公英焯水 野外才来的蒲公英一般长得都比较柴 不水嫩 所以焯水时我们尽量多焯一点时间 大概一分钟 然后控水捞出 捞出来放到凉水里泡一泡 不烫手的时候 抓起一团 挤干净里面的水分 剪好后 放到案板上 把它切碎 尽量切得碎一点 因为野外采来的蒲公英 吃的时候真的有一点柴 不切碎 很容易塞牙 把它切碎后 我们先在大碗中 打入五个鸡蛋 鸡蛋打好后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给它打个底味 再加入一点白醋 去除蛋腥味 然后先把鸡蛋充分搅散 鸡蛋搅散后 加入切碎的蒲公英 这道菜想好吃 下面这一步很关键 一定要加一点蚝油 蚝油可以提鲜增香 然后搅拌均匀 再取出炒锅 加入食用油 用大火 先把油烧热 油热后 我们倒入蛋液 继续大火 这样炸出的鸡蛋花 会比较蓬松 渲软 一定要用大火哦 而且大火炸出来的是 大块大块的 吃着比较爽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盛出来 春天是吃蒲公英的时候 蒲公英营养多 加入鸡蛋变得更加营养 喜欢的话可以试试哦 谢谢您的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